大家都會美化了我很熱愛的電影 我真的很喜歡演戲 我經常看著的時候就想 糟了我是不是真的那麼喜歡的 應該沒有我的憤怒 我還記得是準備挖喉在玻璃上 然後她就說 科維蓮 然後就湧了眼淚 然後就打電話給人 在西環咖啡店 在後巷不斷跳跳跳跳跳跳跳 其實我不是一個 經常都滿意自己做過的事 有些作品看兩三年前的 自己都會覺得 不是那麼成熟 不是那麼好看 但是木仔是我近年 自己最誇張的一個角色 我覺得跟木仔的共通點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和性格 她對自由的想像 就是木仔選擇了自己的生活 決定不跟隨那一條 社會覺得應該要走的路 她走了另一條路 而其實她有選擇 她跟其他老宿者不同 她有選擇 因為 因為做《水漂流》中的每一個角色 她的 每一個角色的載體 她的容量很大很多 所以你可以感覺很多東西進去 而我覺得她整個節奏相對上比較慢 她在維持生活 而你要B型 我覺得 什麼時候決定做演員 就是第一次拍《仙朗潮》 有一套《仙朗潮》的短片叫《漁武喜事》 她是認識一個中學生 她是20多歲 認識一個中學生 要情跳女老師 但在那一場戲中 怎樣做都做不好 導演和副導演 抓了我在一邊聊天 聊了很久 回去再工作的時候 做吧 然後她叫《Good Take》 那一刻我起了雞皮 我是因為那個原因 才決定 我應該全身做演員 同年拍了《仙朗潮》 然後慢慢直到現在 我很喜歡《River Phoenix》 我很喜歡《Heath Ledger》 因為在《Heath Ledger》過身後 有一個Documentary 叫做《I am Heath Ledger》 它裡面 它有一段東西 我不知道原來它這麼想 但是 它告訴我 它這麼想的時候 跟我其實自己也有想過一樣東西 就是 我經常都自己騙了導演 在《Cast & Cast》成功了之後 我會覺得 其實我不是這樣的 但是你中了怎麼辦 有一個很困難的段時間 通常都 然後一定要收回那些心 再去做好它 因為我不想令到別人失望 或者不想令自己失望 但是在我自己 個人來說 我就覺得 我想這是我的慾望 至於每個人覺得要付出多少 其實是每個人的perspective 而且我是一個遵從自己慾望的人 所以我不是很理會其他人說 我想做我就做 我不想做我就不做 我經常都說 我只是喜歡 所有的族族 這個棒楊的外 Jessica 下次這個